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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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分配亦反映了这个情况 不少人在家或者出街吃饭 都会吃不完要扔 但是更多的食物浪费 就可能会发生在超市或者食肆里面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将当日 卖不完的食物扔掉它 近年就多了民间组织收集这些食物 分给有需要的人 对于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 帮助又有多大呢 晚上11点多Kelvin、Amy和Niko 拿着几箱食物来尖沙咀文化中心 有些豆腐、有些生肉 还有豆浆、有些果汁 还有些生果 应该还有其他 比如雨生、寿司、三明治之类 但可能刚才也有另外一些 十方地都会拿走 现在就只剩下这些 大部分都是要煮的食物 如果以一箱当一代来说 可能有六代左右最多 都试过拿过这么大只的蟹走 我都有 这些都是由超级市场 扔去垃圾房的食物 几个月前 他们开始拾荒 我们会尽量拿包装保存得好些 或者看上去更完整的食物 才会拿 如果是碎湿湿的那些 或者见到它可能已经和其他 混合在一起 那么就五六就可以了 他们将收拾到的未过期食物 分发给露宿者 这个豆浆 因为我今天没有面包了 我要过去吃 生果要不要 什么 生果 那些是什么 豆浆 对啊 我知道 豆腐 啊啊啊啊 杂豆 但是太多剩 豆浆 一人一枝都拍不上 Kelvin Amy 和Niko 都是学生 他们都是一个名为丰盛的组织成员 组织的目的就是减少浪费食物 主要现在食物浪费的情况是因为香港暂时没有法例规管 所以它生产的时候只要越多的话 它们的成本就越低 所以它们宁愿低成本生产的那么多 之后呢 就宁愿扔 它都要赚多一分几号 就是超市它们很多时候都是要 那个货架就是满上满的 令到顾客它们去买 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 它们的货品很齐备 我们希望的就是做到找到 多些这些资料 之后再和超市那边可以有商议的余地 它们这一日收到比较多要煮的食物 例如是豆腐、冰鲜鸡等等 老叔姐没有地方煮食 它们就将剩余的食物 拿去食物银行 凌晨一点半 食物银行的职员早就收工了 它们自己抬了几箱食物 去到油麻地的食物银行 放入冰箱存放 这些超市真是新鲜的食物 全部浪费的 我们现在有个签名的行动 希望抗议超市浪费食物的行为 一人一定有的行动 谢谢你 早前地球只有揭发超市 每日丢弃大量可食用的食物 这一日 它们来到旺角行人专用区 展示在两天之内 在同一间超市收到的食物 包括沙律、水果 而主要都是面包 它们呼吁市民对超市作出抗议 这些田区现在每一公吨 168元的处理费用 不是他们给 而是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 支付、纳税人支付的金钱 即是他们扔垃圾 但是变成是我们给钱 那又公不公平呢 他们希望政府会着力 减少商户食肆浪费食物的情况 去看回外国的例子 其实很多时候好像美国那样 他们有一条叫做 好萨玛利亚人的法例 是保障这些捐赠者 让他们捐赠的时候 无需负上这个法律责任 如果真的吃了之后有什么事都好 那我们觉得 其实香港政府都可以 效法外国这样去做 让他们不要再有藉口 说我怕要负上法律责任 不过有市民就不同意 地球之有的做法 未过期 而食坏人计会怎样 可不可以被人民事索偿追讨 你答我可以了 可不可以 任何店铺都要负这个责任 对了 捐赠出来 他无法承担这些责任 为何不准了他 最后 地球之有呼吁的四大超市 都答应会将部分未能售出 而认可食用的食物 捐赠给食物银行 不过 到目前为止 只有百届其中的八间分点市 正在行 卫康、华润和吉之岛都还在黑潭当中 至于封盛最近都暂停了去超市的垃圾房十方 他们现在开始找食市合作 收集派对过后吃剩的食物 剩下的饭都多少 很多东西 盛盘意粉圆风不动 还有半盘饭 加上其他小食和沙律 盛食比他们预计的多 我们先安装饭和意粉 是的 我们平时应该安装两个小型的盒子 应该安装得完 今天似乎两个盒子都应该安装不完 所以还是算帮 他们在开拓不同的食物供应来源 结婚、摆酒 可以接触婚式计划和新人 希望这个cafe 或者婚宴的程式 都可以一路推广 回收的食物 他们通常会送给老宿者 又或者转交食物银行 但有时候都会自己吃 我们的目的其实 只要是善用这些食物的资源 没有一定是一些很穷 或者是无家者 我们觉得只要他在那个时间 他可能觉得肚饿、需要吃 就已经可以收了这些生食 例如可能一些社园人士 晚上要开会 我们都可以把食物分给他们 傍晚六点左右 石建美街市人流稀少 买菜的蛋糕都开始收拾档口 他说今天的生意不太好 卖剩了三成的菜 很难买出去 没人要的 现在这袋的人 不是这样吃的 就是完整一棵棵的卖的 来的菜 本身的菜很漂亮 这些现菜 放在烧 放在烧 不如好好看看 给别人吃 他把不要的菜 放在同一个箱 方便民社服务中心的职员 来收集 现在香港在大埔 深水埗和石建美的街市 都有团体收拾卖剩的东西 民社服务中心的职员 每天都会来到石建美街市收菜 三个人要走两转 才可以收完百多公斤的菜 除了菜 偶尔也会有些糕点 多少 五 少少 过了榜就开始分菜了 一个萝卜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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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菜 一份 通常一天 要分多少份 六十份 有时六十多份 义工又会去附近的面包店 收集每天卖剩的面包 拿完面包 中心外面一早已经有不少长者 带上食物盒在排队等候 这个食物回收计划 由2011年4月开始 一开始最困难的 是要找食物供应者 最初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租金比较小 规模 不是很出名 他们当初很害怕 你们是否真的要派给人 害怕他们是否真的 摆到发帽子 吃 或者怕卫生的问题 我们是怎样去派 最近都多谢一个联络店 他捐一些面包给我们 我们都跟他 签了一个免责条款 保障他们的公司 给他们有信心 我们是即时去派 计划运作了一年半 开始有不错的反应 例如新年 我们都会收过 一个联络店的年糕 种有时都会收到 这日除了有平时派开的菜 和面包 还加送一支 醬油厂捐赠的豉油 现时全港大约有25间 食物回收机构 民社服务中心也打算 将食物回收计划 推广到屯门和黄大仙 因为我们有B中心在那里 容易合作 是差一些赞助商去支持 是捐一些食物给我们 食物回收遍地开花 不能再食的厨余又有什么出路呢? 下次再看 一般酒席8点入席 但5点开始 厨房已忙得一路转 酒席不少得的乳猪 切了皮下最嫩的部分 其余通通都不要 炸驰鸡要斩头斩尾 肉质教鞋的鸡胸都不要 上碟的时候又少了三分之一 这日放了60为酒席 最后用剩食剩的厨余 填满了两个大垃圾桶 来自饮食业、街市等的工商业厨余 每天都有接近一千公吨 我们试过最高纪录 是一晚在一间酒店 收15桶我们身后的这些厨余桶 药膜就是重量两吨 六星口酒店 它要供应一个最好的食材给人 它会挑选譬如一波芥兰 它会只选择头那一部分 最乱的头出来 所剩下的菜叶、框 它就不要了 变为那些是一个厨余 我们会收回它 王毓晋本来在学校饭合供应商 当时他看到每天都有大量厨余 觉得厨余回收大有作为 两年前他就投资了 二千万在下百厘的回收场 回收厨余生产资料 我们主要的厨余都是来自酒店的 譬如收回来的那些很明显 最常见的食陶碑的蠔殼 可鲜店的贝殼的类 譬如是这些酒店的殻 很明显的柠檬皮 厨余经过十小时的空焗过程之后 会被磨成粉状 这个我们称之为基础料 是各种动物质料的原材料 包括鱼、鸡、猪 主要我们的产品 都偏向于做一个鱼粮为主 政府计划在小豪湾和沙岭 兴建有机资源回收中心 每日分别可以处理200和300公吨的厨余 但最快要2015年才可以落成第一期 2008年 环保署在九龙湾费物回收中心 设立厨余试验处理设施 向工商业界收集厨余 但每日的处理量只有4吨 全部都是用来堆肥 黄毓俊的回收场 每日可以处理十多公吨的厨余 而每个月平均都有一两间公司 加入它的回收行列 最近有新加入了一间年锁面包店 这间面包公司 给我们回收那些吃剩的面包 这是昨天吃剩的 这间公司刚刚开始加入 数量就会越多 约莫一日我们收回这些东西 六桶左右 六桶左右 六桶那么大桶 好像很大 如果你拿去堆田 更加浪费 起码现在还有它的价值 就可以给它鱼吃 不过不是给人类吃 食肆交厨余给黄毓俊的回收公司 他们会每个月按量收几千元起 作为服务费 但毛毓俊说 他公司有一半的生意 都是属于自动找上门 他做厨余回收已经8年 但就蝕足7年 今年终于开始有盈余了 虽然政府一点的推动都没有 但是其实在民间和公司来说 其实都是自发性 有很多都是找这些处理回收商 风景又好了 如果今天只有两张单 我可能只有三只鸡 有一只鸡做预备 只剩一只鸡 没有人叫 就晚上烧夜 那些伙计吃了 因为不能留 杨卫省在80年代加入饮食业 后来更加开始经营酒楼 他说厨余回收商都曾经向他招手 但始终都不成功 有很多回收的公司 其实想发展一下中式饮食业这一番 但都感觉到 因为全香港的日式也好 月式也好 泰式也好 他们都碰到这个问题 是串金尺土 不够地方用 他说因为不同的食物酸碱度不一样 回收商要求他将厨余分类 又要多放几个厨余回收桶 他觉得很困难 如果你再放几个垃圾桶 放几个厨余放在那里 我们头都肯 放后楼梯是犯规的 饮食业比一间工厂还要复杂 一麻烦的话 厨师不一定跟你做 一不做 分流的意义就没用了 近年 食材价格不断攀升 容卫省华走楼都会物尽其用 尽量减少浪费 西南法国有个框很长 我们就切了一半就平时扔的了 框就切了一半 我们就切粒粒 用来炒饭 成本的考虑令到很多机构 不愿意支持回收 这个私人屋苑就是透过折省成本 吸引到更多的住户参与 我们这个屋苑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倒家居垃圾 是要自己把垃圾 运去我们拔湾的主民站 是要收费的 而因为家居的厨余 都占了屋苑的垃圾 有三分之一 关于马湾的这个屋苑 是2006年引入厨余回收计划 由我们最初开始推行的时候 我们平均每户 就是每户每个月 就要给4个6去做这个运费 现在就下降到大概4个1左右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几十个住户参加 到现在已经增加到800伙 陈太太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入 现在我挂皮 蛋壳 菜头 那些瓜皮 甚至乎番茄的丁 那些都可以拿去厨余 他煮完一顿饭 便会将厨余 交到楼下的管理署 就不需要在家里做到这么大股气味 你尽量不可以留到隔夜 管理署每日收窄200公斤的厨余 经过厨余机的处理之后 部分会花水排出大海 厨余回收计划 大约有一成半的住户参与 他们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参加率 其实我们都向了政府的环保自然基金 申请了撥款 我们将会租用第三部的厨余机 政府在2001年首次在沙田15个屋邨屋苑 在2016年政府又在全港10个区 挑选了20个屋苑 推行都市固体废物收费试验计划 但试验期不够3个月 计划就终止了 去年政府推出屋苑厨余循环再造项目 第一阶段有11个屋苑申请资助安装余机 余机今年内会开展厨余回收 在这方面香港便被台湾落后 台湾在2006年已开始实施 强制垃圾分类 愈处愈回收 现在经营一个环保工作坊的陈佩晶 在十几年前跟随环保团体去到台湾交流 学习将食物在家堆肥 回香港后她曾经尝试推广 但不成功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又没有种东西 我做了些堆肥出来做什麽呢 而且在做堆肥的过程 有时都会有些厌护的味道 和会有些小生物 所以很不成功 堆肥不得 陈佩晶再试试用剩菜果皮等等 未煮过的厨余来做环保酵素 介绍给朋友之后便开始受欢迎了 陈佩晶说环保酵素可以在生活上广泛使用 例如可以当肥料 除蜂虫剂、清洁剂等等 这一瓶已经浸了三个月了 我们将它加入洗洁精入面 加完洗洁精之后 我们还会加水 然后我们将它搖均匀 令到洗洁精和酵素和水混合了 便可以像平时的清洁一样 陈佩晶想起在台湾的时候 招待他的家庭很认真地做家居垃圾分类 他认为香港都可以做到 但就差一些推动力 他不是只要收你钱 可以了 随便了 可能你做得很烦 那些东西又濕滴滴 又要分开 于是乎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会选择 算了 看不到了 不如还是扔回那里去算 垃圾收费这条条例 早在廖首冬的年代 可能2005年会在咨询去推行 2009年会正式推行 但到现在2012年 还刚才咨询完 其实还未真正去推行这条法例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真的不要拖折 新任环境局局长黄錦星说 政府未来两三年的目标 是源头减废 短期内会向立法会提出 垃圾征费方案 亦都会针对回收率偏低的厨余 推行大型回收运动 但细节就还未公布 最终可不可以动员到公众参与厨余回收 就仍然是个疑问 接下来是播映夜间新闻 Closed Captions by www.cdsp.inf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